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琉球村 这个琉球村是保留了琉球这个地方 以前琉球文化的一个小村落 大概建了都有一百年以上有一些屋子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到 琉球的当地的这种民谣 待会儿我们就会去听 而且还可以学到当地的这种特色乐器三维线的演奏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 琉球村以前曾经是琉球国 这里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以及音乐 都和日本本土有着很大的区别 我们来到琉球村的主要目的 就是学习琉球代表性的乐器三线 半个小时的学习每人只需 一千日圆 三线源于中国的三弦 后经琉球传到日本本土 教我们三线的是一个当地的老大爷 虽然语言不同 但是音乐是世界通目的 肚子上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琴弦 好,好,OK 本来一开始就教我们小星星 后来发现我们学得很快 老大爷就直接让我们弹最难的一首歌了 直接进阶到这吧 今天是1月25日 我们有证书吗 最后还给我们颁了一个毕业证书 这是琉球村的地图里面就是各种小房子 还有很多表演 村中广场里有传统的作物文化表演 还有单独的舞蹈表演 当然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冲绳的琉球迷奥演出 目前为了一首歌唱歌 如果有证义的歌唱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